让人与人之间真的相互的 关心别人 爱护别人 没有私心没有利益 愿世界和平早日到来 师父在耶稣基督面前 是发这样的愿 我当然我不会发愿 我是和尚我是不会信的 但是我很尊重基督教天主教 尤其西方的社会 没有基督教天主教 那人类的精神文明更堕落了 所以不要轻易批评 别人的宗教 请写下来 尤其是各位就住在这里 回教 回教马来西亚的国家 我每天早上五点都听到 很多的声音 我就起来打坐了 因为睡也睡不着 很吵 听声音而打坐 所以有些人适合基督教 有些人天主教 没有信基督教 没有信基督教 其实他们的心灵是更堕落 更迷惘的 还有我看到很多教堂里面 一本圣经 为小朋友 青少年 儿童 都有出很多各种的刊物 这是我们 佛教文化比不上的 圣经有各种版本 甚至对青少年说 圣经给你启示 怎么交男女朋友 圣经怎么呢 让你有个建立快乐 幸福的家庭 我还看到一本书 圣经教你如何避开 劈腿跟外遇 可是我们佛教徒都不谈这些 你看他们对于儿童 青少年不同的阶层 是做了很多教育文化的工作 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我讲经理已经说过 基督教先盖医院 救人 接下来盖学校 发奖学经 第三个才盖教堂 传道 所以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欢迎基督教 天主教 不见得每个国家都欢迎佛教 为什么 因为佛教 虽然讲很高深的理论 讲慈悲 其实是佛教徒最自私的 团体跟团体一支宴 不用合作 当然师父这样讲 我并不意味说 我们要责备我们佛教徒 不是 我们要打开门来 好好反省自己 佛法很伟大 佛法传了两千五百多年 可是现在的佛弟子呢 其实都很世俗 都很商业 然后呢 也很自私 然后呢 讲到利益冲突呢 都不愿意合作 那佛法怎么会兴盛呢 所以我说 我这次去欧洲 第一次发过巴黎 对我这一生来讲 我是很大很大的震撼 甚至大开眼界 那种震撼就像我在 菩提家也一样 看到西方文明的进步 其实全世界啊 人都在交流 所以各位新量 学华业经也要大一点 不要只要把你的眼光 看在今天 观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只有新山柔佛 全世界有 恒河杀术人都在修行 有恒河杀术人 在家出家 为南传 北传 藏传 都在努力 都在奉献 这样佛教才会有希望的 这是我很想说的一段话 接下来 常随佛学 还有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我现在用负面例子给你听 表示说现代人 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 是朋友 尤其是你无法判断 什么是良师益友 举个例子 信徒到寺庙来 被师父念几句呢 他就不高兴了 这个师父脾气很大 我跟他没有缘 我们到其他道场 其实你不知道 会讲你的 是真正是爱你的 中国人不是讲 爱之深 择之切吗 你假如很圆满 很亲近的话 那你干嘛来亲近师父呢 注意听 这里的师父不是只有我 任何一个三宝弟子的师父 出家的师父 人与人之焉有缘分 没有错 可是并不是代表 跟你讲好话 Oh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perfect 这个才是好的师父 错 有时候不是 也就是说 你来学佛法 好师父跟坏师父 你说不学佛法 你都无法判断 一般人认为 好师父什么 讲好话 讲我的好话 其实人 耳朵很软 都喜欢听好话 可是好话 不一定是真话 对不对 所以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我觉得佛教 也要去帮助青少年 告诉他 怎么样选择好朋友 跟坏朋友 其实现在全世界 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 是你旁边乱七八糟的 胡群狗党的朋友 所以标准一叫什么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你靠近红色就变红色 你靠近黑就黑 好现在你看 各位看到这张图片是什么 鱼衣的市场嘛 对不对 你看卖鱼的呢 心臭味很重 或许我们佛教徒 不杀生也吃素了 可是你看 那些众生很忙 忙着做什么 一个忙着赚钱 第二个 在菜市场的人呢 刚才你觉得心臭味 久而久之呢 其实他也不觉得臭 第二个 各位看到 印度人 在马来西亚 也多元种族 有很多是印度人 印度人里面呢 你会发觉 印度人很喜欢吃香料 对不对 昨天有一个联友 就煮了这个 马来西亚咖哩给我吃 对不对 谢谢 你看印度人很喜欢香料 印度是全世界排行 食物里面呢 前三名到五名的 因为印度人很讲究香料 可是因为印度人 喜欢吃香料 吃久了 所以你会发觉 印度人有体臭味 我讲一个笑话 给各位听 一个事实 有一次我去 新加坡奖金 我要去 静明博学社 我坐计程车去 要上计程车的时候 我在我朋友家 然后我去 去的时候呢 我叫了一个计程车 计程车呢 那个计程车司机 我跟他说 我要去Galang 他就看着我 你这个和尚又要去Galang 我说我去Galang是奖金 不是你想的那样 因为新加坡就是红灯区 跟寺庙宗教在一起 我说我是去奖金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然后那个人还客气 刚开始是不太客气 师傅等一下 你等一下好吗 我说为什么 我赶时间 他说师傅等三分钟 他拿Spray 然后自己喷一喷 他说师傅你要不要喷 我说不用 我很香 就一进去他再跟我解释 刚才有一个印度人刚下车 那因为他们吃的食物呢 味道很重 所以印度人呢 体臭味就很重 因为跟食物有关 所以呢 他喜欢吃香料 对不对 那印度人有时候呢 在印度啊比较贫穷 也不一定有很好的喂浴设备 他们也不一定天天洗澡啊 可能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啊 那其他时间都是喷香水 所以印度人是很喜欢香水的 你看 香料这么多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的 有配合食物的 有草的 有煮的 有蒸的 有辣的 接下来你看 有这么多的香料 可以看得到吗 众生有不同的心性跟习性 从这食物就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 你可能煮出来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古人有一个辟语 净土中叫香光庄严 对不对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就像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去檀香的 卖香铺的 道教的好了 或佛教的好了 你要去买香 你买一买 东挑 T挑 可能没有挑得很满意 可是你出来啊 你满身都会有 檀香的味道 所以可见环境很重要的 对不对 那你有这个香料 可以煮很好吃的食物 你看印度人就非常讲究 不同的香料 对不对 最后就煮出非常好吃的 Gallia and Ludi Prada 对不对 所以可见你看 香料没有好跟坏 你可以让身上产生体臭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同样的 它可以煮出很好的味道 去供养三宝 然后呢 供养你的莲友跟朋友 你也可以广结善缘 所以 常随佛学很重要 请做个记号 希望你今生发愿以后 应该去佛的净土 你也可以去上身 弥勒内院 见弥勒菩萨 你也可以到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你也可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发愿到 东方药师佛净土 总比你住在马来西亚的 新山柔佛好 为什么 因为这里很难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所以任何人都应该求生 净佛国土 净佛国土会在明天课后面的经文会讲到 所以净土是广义的 净土不是有说 只有净宗学会的人才修净土 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净土法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求生极乐净土的话 你看我们心中贪嗔痴的烦恼 用鸡 蛇 还有猪 我们还会继续轮回受苦的 现在隔壁就开始放音乐了 有听到吗 party 对 没关系 卡拉OK 对呀 没关系 无所谓 所以我们说 要在红尘里面保持你的心像 清静的莲花 老实讲并不容易 常随佛学的目的 是告诉你 生生世世要跟对善知识 不要跟到恶友跟恶知识 可是我们常常喜欢去听一些 嫁鸡 福卵 看三世因果 神通感义的 那都是恶知识 那个不会真正救你 而会害了你 可是你却不察觉 因为你认为 那是善知识 也就是说 你把佛门真正的恶知识 善知识 愿意磨练你的呢 你当成坏老师 而真正呢 骗你财色名识 谁的呢 让你得到短暂利益的呢 你却把它当成好老师 那常随佛学 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 你要发愿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好 接下来再看 三十页 第十八行 所以念佛的人 要把四十八大愿 即变成自己的大愿 心愿行解 西同诸佛 把这句话画起来 心愿行解 西同诸佛 这是真正念佛的人 你念观音也是这样 你念观音就是呢 你的心愿行解 要等同观音嘛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佛教徒 你检查一下我们自己 对不对 我们呢 嘴巴念佛 可是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想以佛的心 跟人家相处 却一样呢 很自私 狡猾 表里不如一 那你在怎么念佛的话 其实只是结结缘而已 所以你要看 心愿行解 西同诸佛 念念相应才能成就 自信清净庄严功的大大海 先看心 第一个 心就是佛心 attitude of the mindfulness 所以我们讲 念佛的人要有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第二个愿 愿就是大悲愿力 great vows within the universal compassion 总愿呢 我们讲四红试愿 各位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师父都会叫我们发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这四红试愿就是念念 为护持 护持佛的正法 就护法慰教 接下来别愿呢 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大愿 那念念就是为众生 好 翻过来 再看 行 行门呢 好 在这里有个问题会出现的 是要钻呢 还是广 这里有写 Approach of the practice with doctrine 那你也可以看到 东南亚也很多有静中学会 钻修净土 钻红静中 这叫一门深入 很好 但是我在前面讲经 就是所谓的 在讲 这个请转法轮院的时候 跟请佛注释院的时候呢 我有提到 就是说钻金 还不是那么绝对的 钻的目的是因为 我们众生心很散乱 所以不论在家出家 其实你钻金修饰一个法门 是很好的 可是问题是钻的话 也会变成很固执 比如说你专修观音法门 你对其他的法门 就可能很容易 有意无意的呢 批评毁报 那就会变棒法 所以其实 应该下面 广学原味深入 专修集市种识 就在行门上 你可以广读 一切的经论 南传北传藏传的经论 你都可以学习 这都是佛讲的正法 佛曾经说过 我灭度以后 不派佛教会分裂为十八个 十八个里面都会相互辩论 其实十八的不派 都是我说的 没有错 可是众生都执着 我讲的是最好 别的人是错的 所以十八不派会辩论 同样的到龙树菩萨时代 大乘跟小乘 都已经辩了一千多年了 那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佛教有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修持法门 所以你应该在行门上 钻金 可是在修 在解门上 你应该广学原位深入 就像你挖一个井 你刚开始要挖大一点 最后因为大 你才能够挖得深 所以广学一切的经论 目的就是让你深入一个法门 专修即是种词 专修 这叫你修一个大悲神咒 就是种一切法 持一切意 任何一个法门 它都会有无量的功德的 请把这句话记起来 广学原位深入 专修即是种词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是黄念族老居士 跟夏连居老居士说的 所以专经修持一个法门 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刚才劝你 你要念钥匙经 你就专经念三五年 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功德 最后解门呢 Approach of the learning Buddhist doctrine 你可以读无量寿经 净土五经 乃至于像大乘的识法型 从书写读诵 寿寿识思维 批读到演说 这些都并不会冲突的 接下来再看常随佛学 下手处 你要先经手 所以为什么苦口婆心 建你念普贤行愿品 你只想念三千遍 你才会很熟啊 中国古文读四书 乃至于东南亚很多佛教团体 也开始教弟子规 读书千遍 奇异自现 可是现在的人读书不是这样 都读过一遍 我知道了 哎呀妈你好啰嗦 怎么又再讲一遍 现在人比较没有耐性 他不知道读书千遍 奇异自现 经手就是文所成会 接下来 缘解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情境 你对同一个经文 会有不同圆满的见解 这叫思所成会 接下来 佛法伟大的地方 要去实践 叫修所成会 举一个例子 佛陀 在阿含经里 释迦牟尼佛亲自为 阿虑纳尊者 穿真缝衣 知道这个故事吗 阿虑纳尊者 他因为他用功了 眼睛都要瞎掉 他是个老人家 有一天呢 他缝衣服 他喊说 谁要来帮我 年轻的比丘呢 都装都没电到跑掉 佛陀最后说 别人不帮你 阿虑纳尊者 我来帮你 佛陀亲自帮他 缝衣服的 接下来 你再看 法剧经里面 这是 此记常常举例的 佛也亲自为老比丘 洗他的身体 帮他换衣服的 所以尊贵的佛陀 并不是坐在那里 舒舒服服 被人家侍奉的 不好意思 我只点到为止 我只鼓励我自己 我没有去暗示什么 我看到发现 有些在家居士 好不容易苦口婆心 出了家 出了家就常常用 出家人 叫在家居士 要侍奉你 其实是错的 佛陀没有要你 养尊处优 你看 印光大师 红衣大师 都没有适者 他的厕所 都是自己打扫的 衣服也是自己洗的 当然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有些师父 会有适者 没有错 那是他的福报 可是在内心里 你应该 不要养成 养尊处优 什么东西 都要在家居士 或别人侍奉你 那不叫出家 那叫什么 搬家 心 形式上你出家 其实你过得比世俗人 还要舒服 假如你在佛门里 过得比别人舒服的话 真诚提醒你 佛门是有天龙八部的 你福报 享尽了 你会很苦的 因为你所有的福报 都是众生供养你的 接下来再看 如是一切 我随学 请翻开 二十九页 第十六行 如是一切随学 我如今 世尊 毗如遮纳 如是 静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佛刹 过去 现在未来的所有的城中 都有无量诸佛 一切的如来 所做的难行能行 难忍能 我都在念念当中 都要跟他学习 所以你要常常想 你念佛的人 你真的心愿行结 像阿弥陀佛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惭愧 你真的拜观世音菩萨 你口口声声跟观音菩萨 求这个求那个 求这个求那个 当别的佛友 求你 你又做得到的时候 你却很不慈悲地 拒绝了帮助人家 对不对 请看下面的经文 如是 虚空界境 众生界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此随学 无有穷境 最后总结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好 这是每一段经文 结束的时候都这么说 我就不用重复了 好 接下来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那刚才我还要讲那个镜子 对不对 真旺不二 我还没有讲 跳回来 因为接下来是第九月 好 现在看 真旺不二 好 再复习一遍 真心犹如天上的明月 就像我们的清净心 菩提心 大悲心 都是从真如本性显现的 妄念 比方说我们贪嗔痴 嫉妒 分党派 然后吃醋 闹情绪 然后呢 这些的都是妄心 是从我们的月影 所显现的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真心跟妄心 是同一个呢 还是不同一个呢 事实上 我表演给你看 志光我需要你帮忙 好 先把镜子拿起来 放在桌上 好 现在先看一下 转过来一点 这样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 好 我现在放给你看 对不起 因为要录音的关系 请问 我现在镜子前面 放了一个金黄色的袈裟 请问你有看到反射吗 有没有看到反射 有吗 准心看哦 这是很重要 因为待会我会讲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好 你看 现在 我现在金黄色袈裟 放前面 对不对 镜子里面有看到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移开了 有没有 没有 好 再放回来 你看到镜子反射 是反射的是 橘黄色 金黄色袈裟 好 现在木鱼是土黄色 看这里 我现在把木鱼 移到前面 你看到里面 反射出是什么 木鱼什么颜色 土黄色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拿一个茶杯过来 你看 镜子就反射出茶杯了 对不对 我们的心就像这样 再看一遍 我现在把金黄色袈裟放下来 师傅会问你 请问你现在看到是 一个袈裟 还有两个袈裟 哦 有人打不出来 没关系 你认为一个袈裟的请举手 你觉得是两个袈裟的请举手 举高一点啊 没关系 学习佛法不要害怕 再一遍 手放下 你认为是一个袈裟的请举手 手放下 你觉得是两个袈裟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上面两个答案都不是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注意 这就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 注意听 你说一个袈裟不对啊 我看到有两个影像 那你说两个袈裟也不对啊 两个袈裟假如一条是一千马币的话 两条我就应该可以卖两千耶 事实上你只有一条袈裟 好 注意听 表示你只有一条袈裟 但反射出有两个影像 这样懂吗 好 在反射这两个影像里面 你会看到 两个影像你就会感觉有两个 注意看 你看哦 我现在袈裟了 靠近了 你就感觉好像有移动 对不对 我有离开 我有移动 没有错 师父的手上的袈裟是有移动 可是镜子里面啊 怎么移呢 都是在这个框框里面 这样懂我意思吗 在镜子里面啊 它是没有移动的 它在同一个范围里 好 谢谢之光 所以在镜子的本身 叫真心 而你会感受到会反射成两个 对不对 那是妄心 左方向 好 请放回来 所以镜子 反射成为两个 所以当问你说 是一个袈裟还两个袈裟 它要看你怎么回答 一 假如以世俗地来讲 它是呢 还有一个袈裟 但反射成两个影像 对不对 所以镜子本身就是真心 袈裟呢 是妄心 当你反射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黄色的袈裟放在前面 镜子就显现黄色啊 所以当我换成沐浴的时候 镜子就转现成是沐浴 所以真心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心经才讲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它讲的是什么 是真心 心有挂碍 有挂碍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对不对 心无挂碍 是什么 告诉你 心 没有了挂碍 你真心才会显现 那我们一般的凡夫都是 心有挂碍 那有挂碍呢 就变成了忘心 可是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真跟忘 是两个的 就像这样 你静坐的时候 有时候你坐一坐 你会突然就感觉 其实你没有神事分离 你会跳出来 我看到我有一个人在打坐 其实它就是镜子的反射 这样听懂吗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从这句理解 大乘佛法它难 深的也在这里 所以下面它会讲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好 请继续看 请看下一院 第九院 请看第九院 三十一页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院 请看经文 第十五颂跟第十六颂 我先念一下 请看三十一页 第十四行 所有十方一切差 广大清静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 西在菩提树王下 十六颂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乘身正法力 灭除烦恼 尽无余 我先讲祭壮 接下来呢 我再讲 补充资料 所以恒顺众生院 先特别提醒各位 我知道在恒顺众生院里面 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有问题 你就赶快问 不要每一次都拖到最后一天 要点灯 又要唱 又有很多事情 传统上我记得 我的经验里 在恒顺正中 这身院 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要恒顺众生 你会说 那请问 师父 我们有时候要恒顺爸爸妈妈吗 有时候太太不对的时候 我们要恒顺她吗 这些问题 你们要问 就请赶快写纸条 我在相关经文 我会讲 先看祭送 第十五 所有十方一切的佛国土 包含广大清净的妙庄严 所有连时海会 慎重围绕在诸儒来下 那儒来是在菩提树王下 坐下的就近成佛的 这是对儒来 你会恭敬 第十六诵 是对所有十方一切的众生 所以十五 请把儒来画起来 十六 十方所有一切诸众生 把众生画起来 恒顺众生 他必须对两个敬 尚对一切的如来 你要恭敬 就像我们前面讲 广修供养 你对佛 你拿香花灯果竹 供佛 因为佛是已经 究竟证悟的过去佛 那所有一切的众生呢 一般人我们都不太恭敬 答案呢 从佛教 普贤 十大院的角度来讲 他是未来佛 所以十方所有诸众生 把众生也画起来 我也发愿 希望他离开 所有的忧愁苦恼 心中常常 身心很平安跟快乐 而且所有的众生 能够早日获得 甚深的听闻道 甚深的 佛法的殊胜利益 灭除他心中的 一切贪嗔之的烦恼 尽无余 所以这是两个祭送 所以先跳到 三十二页 第十七行 请看幻灯片 恒顺众生愿 目的是什么 第一 对峙众生 我执的毛病 你要先抓到这个重点 现在叫你顺着别人 是什么 因为你很固执 你什么都认为自己对 别人都不对 这是你烦恼的根 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的对 有时候你是错的 所以不要认为 每一次你自己一定对 所以恒顺众生的目的是 对峙我们 深深世事 很固执 很 英文讲 stubborn 很固执 我们客家话叫什么 你这个人 就是很固执 很tiki 闽南语叫tiki 还有我们客家话 有一句话比较不讨 你跟一样人含 含甲 含甲 含甲就是固执 还有一个呢 你这个人含 白鸽 含甲 固执也是 有一个叫 博朗咖啡 对不对 博朗咖啡 客家话翻译 就叫 白鸽 就是你这个人 是很不好的 所以 你要先抓到 我为什么要修众生 我们在众生 菩萨为什么要 道价慈行 身身是是 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 他在吉乐净土 就功德很圆满 他干嘛要成愿再来 老实告诉你真话 菩萨来度众生 菩萨也被众生磨 你以为是我们磨 菩萨磨我们吗 不是 都是我们众生磨 佛菩萨 可是结果他们成佛了 我们还是变众生 所以普贤士大愿的想法 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 接下来你对峙了这个我值 你才会有正知 正念正知 正见跟正念 一切详可的利益 最后他是属于 三种回向里面的 回向众生 所以玄庄大师常说 他断气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愿我所做的一功德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他就走了 可是我们呢 常常不愿意给别人 我们很吝啬 我值 我们都要占为己有 我们怕给别人呢 我们就会失去很多 答案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越跟人家分享越多 你会得到的越多 人为什么会不愿意跟人家 分享呢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是我值 还有你怕失去 你不要介意 师父本身就客家人 客家人是白手起家 可是客家人很吝啬 真的 因为他白手起家 他不太愿意不失 我们讲铁公斤一毛不拔 真的客家人在大部分喜庆 当然客家人也有很多很好 不要生气 在座有客家人的 那闽南人就很海派 但都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你看每一个民族都不同习性 好 客家人认为 他自己呢 好不容易呢 白手起家 赚来的东西 他不愿意跟人家不失 那这种人怎么办呢 要叫他去南非 印度跟尼泊尔 你到其他的国家去看 你就会知道 哎呀 原来我已经很知足了 像师父第一次去印度跟尼泊尔回来 我只要有一碗汤面 我就非常满足 为什么 我们太好命了 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我们贪得也无厌 我们总想拥有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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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更多 所以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 那假如你去了那些第三国度 落后 你去看过以后呢 你才发觉 有些人是孤儿 有人呢 是没有爸爸妈妈的 有人是三餐都吃不饱 有人是很脏乱的 那厕所的旁边 他都可以活下去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已经很有幸福 我很知足 因为你知道你幸福很知足 你才愿意感恩的时候 你才会跟别人分享 否则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抓着紧紧 到死的那一刹那呢 都不太容易放下的 所以叫回向一切众生 叫回自己向一切的众生 所以成就他的功德 这就是叫众生无边誓愿度 好 请看 经文 好像非常热闹 没关系 我快要上完 五点半我们就下课 先看经文 请看第三十一页 第十六行 父次善男子 言恒顺众生者 为静法界 虚空界 十方的岔海 所有的众生 种种的差别 有软生 胎生 狮生 化生 金刚经里面就有讲这个 请看软生 就是像鸡蛋 或是鸟 它会有软 胎生 就像哺乳类动物 狮生是指什么呢 像 狮气很重的蚊虫 或是 蚂蚁 蟑螂 狮气很重的蚊虫 像沼泽的地方就有蚊虫 化身是因为它的善根福的因缘 像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 天上的天人也是化身的 它不用爸爸妈妈的身体而出生 胎卵 施化 用这四种 或有医于 有些医住的是在地水 火风 不同的元素而住 比如说在大地里 泥土里面 大家知道 泥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物 有些是住在水里的 有些是住在火里面的 风 火就是温度要很高 有些是在空气中里漂浮的 然后而生住着 有人是依在天空中而住的 比方说鸟而飞 有人是在森林里面的 或动物里面用爬的 有些是在依株 会墓而生住着 会墓而生住着是什么 像花 花 本身是植物 可是有些花叫花金 他太喜欢花 就住在花里面 叫做flower spirit 叫花金 他本身不是花 所以 假如你太喜欢古董 你将来都投胎变古董金 知道吗 所以佛教徒 不要太执着古董 接下来再看 种种生类 看一下奋斗片 这经文很长 我有挑出重点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云云众生 我想各位在马来西亚 更能体会到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的食物不同 种种生类 有种种的色身 种种形状 种种相貌 有不同的寿命 不同的种族 种种不同的名号 对不对 种种不同的心性 心性化起来 他的心不一样 种种不同的看法之见 你会发觉人员有很多冲突 对不对 是因为想法看法不同 种种的欲乐 不同的期望 种种的异形 意念跟行为 所以他表现出 有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差地利 婆罗门 也有阿公阿婆 饭夫走卒 也有乞丐 也有贫穷的人 每一个人种种威仪不同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威仪气质很高贵 没错 他可能过去是天人来投胎的 生生世世都是修行人 有些人你就会觉得 你在他旁边 你就觉得心很乱 身体散发出不好的臭味 或是不同的能量 这的确存在的 种种威仪 种种衣服 种种饮食 处于种种春淫聚落 还有成义宫殿 乃至于一切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都有不同的众生 所以佛法讲 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接下来再看 无足二足 就是在众生里面呢 有些有脚 无足的 比方说像蛇 蛇是用鳞片 二足就像我们人类 是两个 也有四个脚的 有多个脚 所以你注意看 多个脚 所以佛教是承认 有外星人的 最近不是都有很多店名 Avanda 很多都讲国际 外星球 其实从佛教来讲 是还有无量的世界 有无量的空间 有很多很多 都是脚的众生 有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有色跟无色 下面讲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色 这里的色是指形象 有些是形象 有些它是透明的 没有形象 有些是它有意识 有些它是意识的功能比较低 然后非有想 非无想 所以各位可以看 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 三界 六道的 这个众生的图 你就会了解多 那对于这些众生呢 我要怎么做呢 请看下面的经文 三十一页 第三十二行 如是等类 我皆与笔 随顺而转 种种 尘世 种种 供养 把随顺而转 更画起来 请翻开 第三十四页 跳过来 三十四页 第十四行 重点第十个 恒顺 这里讲得很重要 恒顺是要依智慧的 而不是感情用事的 也是没有过失的 无过就就无过失 假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一群朋友出去 他说我们要去喝酒 那你有权利拒绝 你不要说 哦 师父说恒顺众生 那我们今天去夜店 那我们就全部都去吧 那一起造业 不是 恒顺众生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无过就者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写在旁边 假如他是违反 五戒十善的话 你是不可以顺他的 菩萨顺众生 是先跟你结欢喜缘 让你欢喜 让你对佛法有信心 但是并不代表说 跟你恒顺呢 就可以跟着你去做坏事 伤害众生 恒顺众生不是这个意思 恒顺众生是先要有智慧 而不是感情用事的 佛经有讲 目的讲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我举个例子 像早年 乃至于东南亚很多吃素 都会用素鸭 素鸡 素鱼 素肉 其实呢 刚开始是一贯道发展的 因为众生习惯吃肉 吃了以后呢 他突然没有吃肉 他就觉得没有吃饱 那就是习性 就举个例子 我调查一下 在座喜欢吃榴莲的请举手 可以吃榴莲的举手 对 好 手放下 闻到榴莲味道呢 就晕倒了 不能接受的请举手 没办法 那表示大家都很喜欢吃榴莲 搞不好以前就从榴莲王国来投胎的 可是同样的 同样的 是不是可以接受榴莲 但是我有些出家种的 或西藏的人 不就一听到榴莲 他就吐了 他觉得那个味道是很臭的 你看 同样一个味道 我们觉得很香 再举一个例子 同样的臭豆腐 知道吗 台湾有臭豆腐 再问一下 在座喜欢吃臭豆腐的请举手 可以接受的请举手 手放下 你觉得臭豆腐的 还没有吃你 一闻到真的是奇臭无比 你就受不了的请举手 对 你看 同样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大家举手的反应 举手 什么 种种心性 对不对 种种之见 种种意乐 对不对 种种呢 娱乐都不一样 你就会知道 臭豆腐在台湾 也是很有名的个小吃 可是有些他处理的 真的真的很臭 可是有些他处理 会用炸的时候 臭的也会变香的 所以香跟臭是没有绝对的 对不对 端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是一盘两盘吃 对不对 有些人呢 到台湾去呢 下飞机 第一个就是跑到 士林夜市去吃臭豆腐 有蒸的 有炸的 有煮的 可是我有些朋友就 完全无法接受 臭豆腐的味道 所以说明 一个味道啊 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需求 所以跳回来看 恒顺众生是说 先以欲勾迁 就是说 先以五欲六成呢 去勾引 让众生生起欢喜心 对佛法有兴趣 但后面呢 是要让他进入佛的智慧 所以你大原则 假如把握出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其他的细节 是可以随顺的 横顺众生 举一个例子 在旁边写 葱跟蒜 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佛教徒 会不喜欢 葱跟蒜 是趋之于 楞严经 楞严经里面说 若有众生 念楞严神咒 假如你吃根 葱跟蒜 你嘴巴会很臭 天龙八部 靠近你呢 他都会晕倒 然后他就走了 叫奇臭无比 可是师父提醒你 我现在先讲佛法 我没有否定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只有楞严经 这部经讲 其他都没有 因此在台湾 东南亚的佛教徒 大家知道 早 以前 丛林的早晚课里面 一定都念 大佛顶首 楞严正咒 接下来念 大悲咒 还有大悲食小咒 所以传统中国 大乘佛法的道场 是不可以带葱蒜进去的 这就是 依之于楞严经 可是你若从 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去了解 等到你去印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印度认为 葱跟蒜 是plant 是植物 多年前我去印度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 我差点晕倒 师父还是可以吃辣的 一点点没问题 我跟他叫了一盘青菜 我说Can I have a vegetable dish 结果你知道他切什么吗 小黄瓜 番茄 葱跟蒜 都是生的 切一盘 然后加辣椒油 还加辣椒粉 我想我都快晕倒了 天哪 我去印度呢 一两个月全部都吃这个 你刚开始是不习惯的 甚至你可能会拉肚子 我还把辣椒油跟辣椒粉 拉旁边一点 对不对 佛教里面为什么葱跟蒜不可以吃 答案是他去是愣眼睛 可是在印度人认为 食 所谓的 食物 那假如你到南传佛教 你看他脱波 葱蒜也吃 西藏佛教没有吃素 可是他吃葱蒜 不会障碍他开悟 所以从这里 我现在意思是说 注意听 并不是说你现在开始 明天就要吃大葱跟大蒜 像山东人 而是说你真正佛教徒 你吃素应该掌握 你是不是有慈悲心 你不要勾心斗角 明真暗斗 不要伤害众生 这个才是重点 至于吃的时候 你不要太兼职 甚至在东南亚 很多料理里面 Cooking oil Cooking sauce 你就炒的 像什么豆瓣酱 或是砂丼酱 有一点点葱跟蒜 不会死的 这个叫做恒顺众生 我们到了印度跟尼泊 人家给我们煮就很好 你不要去管人家的锅子 是干净跟不干净 你心不干净的话 你怎么吃都不会干净 但注意听 恒顺众生 要听清楚 是不是要讲清楚 不然到时候我自己 要负责任 因为我教你佛法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原则 但是你要抓到 中到 middle way 千里迢迢去外面 朝圣的时候 目的是朝圣 是利益众生 一点点葱 一点点算 甚至有人也会争论 关于鸡蛋的问题 那都叫 芝麻小事 你没有抓到重点 你只会在这些东西 斤斤计较 到最后你会修到一个结果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都不亲近 那你就做仙吧 到山上去好了 你会舍弃菩萨道的 那个不是佛法要教你的 所以我再讲一遍 恒顺众生是要有智慧 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是第一 第二 恒顺众生是要把握原则 而不会违反五戒十善 你不能跟着 因为我顺顺的众生 今天众生要去夜店 去做坏事我跟着去 不 你要说no 那是伤害众生 伤害自己的 第三个 恒顺众生 你要把握原则 就像吃素 你要把握的是 慈悲心 菩提心 利益众生 而不是今天在 葱跟蒜 斤斤计较 你吃得再干净了 你的心不清净 那不是佛 原来教你的意思 这样听懂吗 这一段是很重要的 至于三十二页 那个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要讲很久 我晚上的时候 我会再讲 我继续讲一段经文 我要讲到五点半就下课 所以再翻回来 请看三十一页 二十一行 二十三行 如是等累 我皆与比 随顺而转 请把这句话起来 先顺着它 而转 要用佛法 慢慢转化它 比方说你家人 没办法吃素 没有关系 不要强迫它 我不认为 没有吃素 就没有叫不就修行 对不对 我也发现呢 东南亚的佛教徒 大家都喜欢学 南传佛教 跟藏传佛教 有很多原因 其中我问年轻人 他第一句话跟我讲 师父 因为他们可以 不用吃素 我可以继续啃我的 这个肯德基 我就笑一笑 我没有讲话 那你想 我们佛教徒 为什么要吃素呢 我们有受菩萨戒 所以随顺而转 刚开始你顺 可是最后要用佛法 转化它 种种的尘世 种种的供养 就是尘世 就是侍奉的意思 然后呢 你种种帮助它 然后物质的供养 精神的供养 财物的供养 最后要用佛法的供养 好 请看幻灯片 画起来 恭敬一切的众生 就像恭敬父母一般 就像你供佛 奉饰你的老师一般 乃至于你供养 就像阿罗汉的圣者 乃至于像供养佛一般 等无有益 没有差别 这个才是真正的横顺众生 举一个例子 你们对三宝很恭敬 你的师父都会很准备 很好的食物 我很感谢你 这是你的虔诚心 我看得到 我也接受 可是真正修行的话 在古来丛林里面 和尚啊 都要跟大家一起过堂 过堂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 折服你的我慢心 第二个 平等心 第三个 不要挑剔的心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 折服你的什么心 我慢的心 第二个 平等的心 第三 不要挑剔的心 因为我们凡夫会说 这个红萝卜我不喜欢吃 我不要吃 这个呢 我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这是挑剔的心 到佛门里面 为什么要吃素 然后一起过堂 吃罗汉灾 严格说 住持跟大家 都是要吃一样的 我在相依经测也是这样 我跟我学生说 师父吃什么 大家都吃什么 你们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不要说 你对师父很好 你师父特别好 有提拉米索蛋糕 那我有的时候我就走出来 那大家都 大家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不会吃 你对师父好是没有 但是呢 你那是什么 分别心 真正修行不是这样 待会我会讲一个 五台山 文书施利菩萨的故事 给你听 所以作为助持 你要有平等的心 要照顾每一个人 所以古来 丛林里面 过堂要平等 比如说 要分苹果 不管大苹果小朋友 一个人一个就一个 知识也一个 现在你们不是 师父三个 这样不好 平等心 修普仙师大院就是这样 好 讲一个例子 以前五台山 这个塔院师有位助持 他修行修得非常好 塔院师是五台山 这个大白塔下面的 那个方丈助持 他心就很平等 他有什么东西 结缘 一定是大家发的 平等心 有啊 他自己也专修文书菩萨 他也尼阿弥陀佛 有一天 文书菩萨 亲自就来考验他了 真的哦 文书菩萨 亲自来考验他 他想 哎 这个和尚 多生多节 的平等大悲心 很了不起 那在那时候 塔院师住的出家人 大概会有 五百位到六百位 结果有一天 文书菩萨 就发现一个老太太 带了三个 这么大 这么大的水梨 类似于水蜜桃 那种梨子 这样大大的 初一十五 就大牙大包的来 然后拜了相 师父啊 师父 我要供佛 今天是初一十五 请问你们的 住持和尚在不在 那边看他一眼 因为这个老太太 穿着衣服不怎么样 又不太理他 我是不是很忙 说不不不 今天老师 我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我生日 我一定要见到 这个住持和尚 我有三个大水梨 想要供养着 全寺庙的人 就那个 当教师一听 我们全寺庙有五六百位 你带三个来 怎么供养啊 他又不理他 最后他就不太高兴 他说 请你的方上和尚出来 我非等到他来 不然我就不走了 最后方上和尚呢 试着告诉他说 师父 有一位老的 女居士坚持 一定要见你 你可以见他吗 当然 人家见我 当然要啊 要有礼貌啊 叫他出去 出去了以后呢 那个老的这个太太啊 就先给他顶礼啊 文殊菩萨 给众生顶礼啊 你看 对不对 他不会跟他讲 嘿 小子 你知道我是文殊菩萨来 他没有 他对三宝还是很恭敬 就在大殿 先拜佛 拜完以后 就给方丈和尚顶礼 他跪下 他就问 请问有什么事啊 我有什么能够帮助你 他说师父啊 今天是我生日啊 我很虔诚 我没有什么福报 我供养了一个 三个大水梨啊 就全部 听说你寺庙有多少人啊 他说一说 我们寺庙有五六百个出家众 那怎么分呢 他说没问题 我就供养你了 你自己搞定吧 然后就这样子完了 他就看他怎么做 这个老婆上是很有智慧的 因为快要过堂了嘛 十一点就吃饭了 他就问他说 师主啊 你急着走吗 你不急着走 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你在天里挑挑 他说师父你太慈悲啊 留我下来吃饭 没问题没问题 他就叫一个侍者 安排个位子给他做 你知道吗 就看他怎么做 对不对 接下来过堂啊 大家不要念唱供养祭吗 供养清净法身 疲如遮纳佛 圆满报身 如舍纳佛 大家就唱供养祭啊 对不对 然后就节哉要吃饭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和尚怎么做吗 就要去把那三个水梨 压了并果汁 倒在水里过堂 每一个人碗都倒一杯啊 最后呢 在唱的时候呢 供养完就开始吃饭 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腾空啊 现出声 放光叫了他名字 善哉善男子 你多声多解 真是有平等大悲心啊 这个是真正修平等大悲心的考例子 下次你不要故意拿三个例子来考我啊 我讲了故事的话 你这一招就对我没有效了 所以重点是你的心 要真正升起平等 而不是说 这个师父比较庄严 我多供养他一点 那这个师父 我不太喜欢他 就不用供养 甚至有些佛教团体呢 只供 只呢 就拜师父 自己的师父 其他的师父就没有真正的亲近 恭敬心 其实这是错的 你真正供养三宝 所以说要供养十方三四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的善知识 你都有平等的心 看经文 就像你恭敬父母一样 奉饰你的老师 像你恭敬阿罗汉一样 乃至于呢 恭敬佛一样 等无有益 那注意听 写下来 假如你有这样的心 真正供养花 你到大殿来买香花灯果酥 供养释迦摩尼佛 以及你买一碗饭 供养这个庙里面的 外面的流浪狗跟猫 听好 以华严经的角度 供佛跟猫跟狗的功德 是平等无二的 因为他们也是未来佛 你不要小看 你只是买个买饭菜 给猫跟狗 可是你内心心里想 他也是未来佛 你心里就供了呢 一切诸佛的功德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你只是给一碗饭菜 可是你的功德 是胜过别人的 请看经文 所以下面经文说 请看三十一页 第二十五行 于诸病苦 为座良医 请看幻灯片 是不是有打ABCD B 于诗道者 是其正路 西 于暗夜中 为座光明 低于贫穷者 令得浮沙 菩萨如是 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把平等化起来 把一切众生化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 懂华严经的人 他一念修的功德 胜过人 无量阿生其解 但是你现在心里 要有这样的正确的见地 然后你在供养的时候 生起平等的大悲心 他举了四个例子 对于病苦的人 那当然比如说 现在人民病苦 很多佛教团体 都要医疗基金 这是很好的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本身也有生且医疗基金 也可以跟各位报告 师傅在台湾是中华民国公民 我每一个月也大概要交 65块到70块的马币 给国家的medical insurance 国家医疗基金 假如我没有生病 那就很好 那就供养中华民国 做医疗基金 可以救很多人 假如很不幸 我发生了意外 希望不要发生 假如不幸 业力现前 发生意外 车祸 或要住院的话 我全部呢 住院费是全部免费的 所以你对于病苦的人 那当然你就成立 所谓慈善医疗基金 第二个 对于走错道路的人 于失道者 就包含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古惑仔 走错路 你要指他一条 光明大道的路 告诉他人生 要走对路 当然你也慢慢介绍佛法 不一定要强迫他 你现在学佛法 但是你要告诉他 人生要有个光明大道 第三个 在有些人 他于暗夜中 暗夜中是什么 这个人活得很健康 但心里很恐惧不安 动不动就有忧郁症 恐惧不安 他心里很黑暗 你要做他的朋友 围坐光明 所以在这里 晚上我会鼓励 我先这里举个例子 所以杀到迎望久 无戒 各位佛友都很有善根 出了这个佛堂 你看左灵右色的人 几乎全部都破光光的 现在的众生很苦 所以当你遇到别人 失恋的时候 你应该陪他 走过他的黑暗旗 这叫做 于暗夜中 为座光明 因为失恋是很苦的 对不对 我是没失恋过 我不知道 我看别人失恋都很痛 我爱得深 恨得深 我就非要他不可 我不想活了 其实失恋真的很痛苦的 为什么 他就是很执着 一定要那个 他所要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对不对 没想到他选别人 那他有时候会想自杀 这个时候 你是行菩萨道的人 怎么样 陪他走过黑暗旗 陪陪他 有时候大家走走 有时候鼓励他 有时候让他感觉到 在生命中有人关心他 你才叫做真正行菩萨道的 第四个 于贫穷者令得福藏 再来贫穷者 我要多说几句 你用钱帮助他是很好 但要小心 不可以被人家骗 师父像去印度跟尼泊尔老师说 像我 我没什么智慧 头脑很清楚 但是很不幸 我也被人家骗过 第一次我会被人家骗 第二次我就不会了 还有 离贫穷者令得福藏 举个例子 现代人 有一个人要跟你要 一百马币好了 一百马币就台币一千块 你也觉得他是真的 他需要帮忙 你最好帮助他 一半五十马币就好 你不要全部给他一百马币 为什么 你要训练他 成功 要靠自己去努力 你给他一百块 他就会理所当然的 他就很贪心 下次就给你要两百 两百完了以后 就说 我爸爸生病了 妈妈住院了 弟弟妹妹没有工作了 我现在要三百马币 你看 人都是贪得无厌 佛法讲 我们行菩萨 要帮助众生 但帮助众生 要有智慧 所以 低于贫穷者 令得福岔 应该帮助他 也要鼓励他 让他自己站起来 这个才是 菩萨到要帮忙的 所以 慈悲的之前 要有智慧 假如你能够 按照这四条去做 对任何人 你都平等的 饶意一切众生 注意听 你修一次的功德 胜过人 修一劫 这福经里面讲 日劫相悖 我再讲一遍 你如果能够 从这四个里面 去平等心的 对任何一个人 或对任何一个 众生动物 你修一天 等于别人 修过一劫 将来你就会问到 文书 普贤观 跟观音 亲自为你说佛法 因为你是 大秤种姓的人 好 经文先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 第32页还很长 然后呢 非常重要 然后呢 我们录影 先录到这里 给你看 师父准备了 很多图片 菩提树王